台湾一位知名作家 在分享他对美食的独到见解时 使用了软糯一词 来形容米粉的绝佳口感 这本是一次纯粹的美食体验分享 却意外的触动了绿营侧异的敏感神经 他们错误的将软糯这一广泛使用的词汇 视为大陆专属 进而对作家进行无端的指责 认为其有侵入倾向 要求其道歉 并更正诱词 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蔓延 激起了岛内网友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波 该作家回应称 自己在用词上完全是基于 个人真实的品尝感受来描述实物 这一回应赢得了众多台湾网友的支持 他们认为这种指责过于牵强 甚至有网友幽默的方式调侃道 对绿云支持者而言 是否连日常用语都需要挣扎 随着事件的继续发酵 有观点认为 为了意识形态已经把自己搞得快疯了 做这种无谓的切割 只是暴露自己的愚蠢跟无知 搞到台湾好像失去了言论自由 他们没有资格来做文字纠察 对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字能力就大有问题 这些青鸟们回去好好读书 真的这么在意 从今天开始你要么讲英文 要么讲日文 你连米南语都不能讲 因为内 此次暖诺风波 不过是他们又一次利用语言差异 进行政治操弄的拙劣表演 在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 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任何试图通过语言限制 来阻碍这一进程的做法 都是徒劳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